地宝其实是台湾最知名的豪宅 当然住进地宝的人身份地位有一定的象征 像鼎星魏家在地宝居然就拥有14户 但是现在鼎星三度现身 深陷在这黑心油风波之后 还有一人小S夫家 也因为胖达人事件官司缠身 另外也住在地宝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女儿连慧心 也是因为涉嫌贩售含禁药的减肥食品 所以大家这样算一算地宝帮的住户的犯罪率 是台湾平均犯罪率的267倍 抗议定星魏家转黑心钱住豪宅 有民众杀到地宝要求全部查封 难堪的场面不止这个 因为食用油一年内三度出包 定星制油前董座魏英冲官司缠身 因为地宝是全台最知名的豪宅 因此归于返乡的魏家一出手就是14户 但说也奇怪地宝住户似乎官司特别多 谢谢大家关心 徐群平夫妻以及小S老公徐亚军和公公许静祥 都因为胖达人被起诉 台北市长参选人连慎文的姐姐连慧心 之前也因为代言保健食品卷入禁药风波 算一算地宝帮住户的犯罪率 是台湾平均犯罪率的267倍 可以说是全台犯罪率最高住宅 让人不禁怀疑 难道豪宅没有好风水 让地宝有钱人官司不断 记者综合报导